記者 李宗盛 法國總理菲利普週五辭職 總統馬克龍任命讓卡斯特克斯為新總理 卡斯特克斯顯年55歲 曾在薩爾科齊統治期間 擔任愛麗舍公副秘書長 2017年出任籌建奧運會和殘運會的機構代表 這次第一輪市政選舉中當選普拉德市長 卡斯特克斯的任務是組建下一任政府 他目前負責法國疫情解封的協調工作 不過 很多法國人並不熟悉這位新總理 也有人認為 卡斯特克斯負責疫情解封是務實派 馬克龍所在執政黨在剛剛結束的第二輪市政選舉中遭遇重瘡 外界認為 馬克龍重組政府是為了挽回失去的選民 爭取2022年連任 馬克龍2016年當選後支持度一路下滑 去年當局對大罷工以及應對中共病毒不利 受到各方批評 而前總理菲利普在市政選舉中成功連任勒哈佛市市長 菲利普的聲望從去年大罷工之後一直提升 有分析認為 菲利普辭職後可能成為馬克龍的競爭對手 但如果將菲利普保留在新政府中 卻有可能讓外界質疑馬克龍的能力 也不理於爭取左翼選民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宇薇 綜合報導 請你提供一下 謝謝大家 有 發生的 不是 因為 我朋友 有 發生的 其實是 有 發生的 沒有 發生的 不是 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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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的